今年来,中国可谓是好消息不断,航母下水服役,接到20层空,东风导弹,一个接一个的部署,高超音速武器更是独步全球。 除了这些,还在很多领域,中国都已经做到了领先。 近日,据中国科学院院士表示,中国的航空发动机,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,握扎到15发动机进展顺利,并且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。 专家表示,用不到5年,这款发动机标可换装中国绝大多数战机,它的完工也将会补期间20最后一块短板。 到那时,咱们再也不用依赖于进口发动机,也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了。 并且,F22的战斗力也会大大增加。 我们知道,一直以来,国产发动机都是中国空军,乃至航天航空领域的一大先病。 由于技术的缺乏,发动机水平的不完善,导致我们不得不向西方国家失心讨教,有时还得看他们的脸色。 但是,从今往后,我们拥有自己的发动机了,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了。 但专家表示,成果尚未成功,仍需努力。 目前今月20使用的,依然是俄罗斯的发动机,并不是我们自己的技术。 尽管老大哥带我们不薄,但是毕竟是别人家的东西,多少还是有一些风险的。 尽管我们已经研制出涡扇式发动机,并且已经换装到了一部发展机上。 但是仍不满足四代机和五代机的需求,在性能上和国际上的一流发动机仍有不小的差距。 因此,沃山副实物希望,能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 杨伟总师披露第六代战机信息时说,如果我们有一天研制出一型飞机, 他国以后按照中国的飞机设计的要求研发型飞机,这就是我们超越了。 未来我们将引领整个战斗机的发展。 第六代战机的标准由我们中国来制定。 分析认为,杨伟总师披露的信息,证实,中国计划先与美国发布六代战机, 以及确定第六代战机的标准。 专家爆出好消息称,沃山道15发动机,预计在五年内变和成型。 实现批量装备中国空军,刚好和歼20的量产速度相匹配。 届时,中国空军的实力比较大增,国产战机雄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